日前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撰文 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表示效忠 外界認為 上海是原中共黨魁江澤民的老巢 在前一陣江澤民的軍中心腹徐才厚落馬 中共各官媒和軍隊向習近平表態時 韓正還有一在江澤民與習近平之間 目前韓正的舉動可以看作是中共高層 就如何處理江澤民達成了攻勢 7月25日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以靜心讀書為題 在《解放日報》撰文 文章開篇聲稱 今年5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到上海考察時提出要求 要增強學習的緊迫感和自覺性 多用一些時間靜心讀書 同時韓正還發布第一張所謂的解放書單 其中第一本書就是習近平在浙江任職期間 撰寫的《知江新語》 這本書收錄了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 在《浙江日報》上撰寫的232篇專欄短論 習的權力日益骨固 韓正轉頭對習近平效忠很正常 另外表示如果習要是收拾上海幫 他會極力地配合 帶有濃厚江澤民派系色彩的官員 現在這樣力挺習近平 可能是說明江澤民的失事已經成為一個事實了 他們在高層已經都知道了這個信息 在此之前輿論一直認為 韓正游離於習近平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之間 今年5月14號九位露面的中共江派大老 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參觀了上海韓天恒美術館 有韓正及江澤民的兒子江棉恒陪同 6月30號江澤民軍中的最愛 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馬 同時習近平的舊部應用升任上海市委副書記 美國大紀元新聞集團旗下的新紀元周刊報道 徐才厚落馬後江澤民非常震驚 7月2號江澤民坐著專列到北京 但沒有見到習近平 7月8號上海市委決定 7月16號至17號召開中共上海市十屆六次全會 學習習近平5月23號24號在上海考察時發表的講話 17號韓正在會議結束時講話四次提到習近平 同時還提及向中共老領導老同志學習 不過韓正講到上海正處在改革發展關鍵期 要用超前意識把準方向 千萬不能出方向性失誤 7月14號超過100趟往返於上海和北京的航班 因空中管制原因大量延誤或取消 同時上海安保工作也隨之升級 江澤民的老巢上海和江蘇 在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的十個省趨勢之中 7月16號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發出嚴厲警告 哪裡問題集中就巡視哪裡 誰問題突出就巡視誰 巡視過後再殺個回馬槍 而今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中 上海復旦大學已經被專項巡視 復旦大學被認為貪子大 全署砸監管難 極意有發腐敗 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披露 復旦附屬醫院之一的中山醫院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而外界認為這是江澤民最怕碰觸的死血 徐才厚落馬後中共軍界紛紛表態 聲討徐才厚等人的罪行 除此之外中共太子黨家族也陸續表態 已故中共元老葉劍英陽女戴晴 對美國之音表示 對於徐才厚等巨灘在軍中的胡作非為 主要責任者是江澤民 領執法輪功夫 我們心有的心願 許承受的時候 也無法殺人的死亡 向前往右器 多為警告 領執法輪功夫 領執法輪功夫 領執法輪功夫